祝你安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敬拜祢 祢自己的子民教会 我们聚集一起来赞扬祢的容面 在我们中间设立宝座 今天也是主耶稣 纪念主耶稣骑驴进京 得荣耀的日子 当年这些人高喊和善那 我们也要尊主伟大 把你放在心中 放在心中主要的位置上 让你在我们的心中做王掌权 让你在教会中 在我们的城市 在我们的国家 在全地掌权 因为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那人 我们相信那教会 所有的都是有福的 祿得你做我们的王 我们就平安 我们就喜乐 主要是我们也纪念 祢的复活 祢的受难 祢的复活 主要是让我们的心 完全地归向祢 在我们进入这个受难周 让我们常常来默想 祢何等地爱我们 祢做的事情 祢献上自己的生命 让我们得到生命 主要是祢让我们得到 更丰盛的生命 是我们可以与天父和好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成为神的儿女 主要我们赞美 给你感谢主 主要也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也求主赐给 聪明智慧 能力体力 主要是能够 把你的道 讲解的清楚明白 让我们的心 可以归向主 心被恩感来歌颂神 感谢主 叫在主的手中 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祷告 今天的题目 叫做水变酒的人生 我很喜欢这一张图 我觉得这张图非常有时代感 很有现代的感觉 好 我们今天要讲这一段 可能是大家很熟悉 那可是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也很配合我们的主题 记得我们的主题吗 福音传递集 这个一到四月 是福音使人的生命改变 福音使人的生命得以丰富 你的幸福指数是多少 我们最近在进行幸福小组 到四月已经要结束了 八周很快就要结束 那我记得第一周的时候 教材给我们有一个题目 就是你的幸福指数是多少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被问 那我们那一组问了以后呢 竟然说有酒 那他的预期是四或五嘛 你才有东西讲 那酒的话呢 是不是就结束散会了 我觉得是也是很真实的 特别可能在湾区 可能也是这样 我们的幸福指数 可能真的可以达到酒 我们的生活工作 一帆风顺 凡事顺利 五子登科 六处兴旺 那可是呢 真的是这样吗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说家家有本难念的心 这个 我们的难处 不足以外人道也 不足以外人道也 我相信我们都有难处 那我们来想一想看 我们今天讲到婚礼 我们来想想看 不信主的人 他也会有婚礼吗 当然了 我们说基督徒还是算少数 这个世界上结婚的人 还是 应该都会结婚了 那不信主的人也会快乐吗 会快乐 我记得1994年 应该是94年吧 我们刚来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福音营 徐华医生 我希望以后会在网络电台 可以来播出 他第一讲就是 你快乐吗 你快乐吗 其实你快乐吗 跟你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可能是不一样的 因为快乐是一个时段 然后你快乐 你是一个快乐的人 就是我们所谓的喜乐的人 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说 我们会有 我们的人生 会有酒用尽的 那其实我也在想说 如果一个婚礼里面 酒用尽了 有人说 现在就很方便了 你可以去很多 你就马上去Costco 买一个什么 酒啊 也还不错 特别在加州 特别在加州 我们有加州的酒 可是呢 当时 酒会用尽 那我们现在 我们的人生呢 也有酒用尽的时候 你的健康的指数 会有用尽的时候 这不是不可能 会有随时 在毫无预警的时候 可能就 平地一声雷 这个医生 跟你打电话来 就很紧张 你会有 酒用尽的时候 你的人际关系 你的工作 我们的任何事情 我们的人生 都会有酒用尽的时候 那我们再说 那基督徒 会有酒用尽的时候吗 也会有 这个不是会 有什么例外 不是说基督徒 就真的一帆风顺 我们的人生 跟普通人一样 基督徒没有 非常的特别 所以 我们人生 有酒用尽的时候 其实我也在想 其实常常有人说 苦难 是 神允许的 那苦难在我们的生命中 让我们更经历神 很多人在讲 约伯 为什么会经历苦难 因为在前面 我们说约伯这么好的人 他也敬畏神 远离恶事 甚至神都称赞他 为什么他要经历苦难 因为 要让他 真实 亲眼见到神 所以我们就说 前面 在约伯这么好的时候 甚至敬拜神 可是他没有 亲眼见到神 他都是风文 这是约伯自己的话 在他真实 遇见神之后 有这样子的一个 送赞 也是一个这样子的结论 所以人生 有些苦难 其实是好的 是 更 你想想看 我们有难处的时候 是不是你的祷告 更迫切 诗歌更感动 听到 更有亮光 读经更有亮光 你的祷告 然后在蒙神垂听的时候 我们真实经历神 基督徒也会碰到 酒用镜的时候 我在 我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 偶然的机会 听到 Rick Warren 讲圣诞节的信息 他讲 圣诞节三个女性 就是这三位 以利沙伯 玛丽亚 亚娜 都跟圣诞节有关系 那这三个女 三个妇女 三个姐妹呢 都是 有某一种程度的 酒用镜 他们经历了难处 以利沙伯 终身不遇 其实圣经里面 很多 很多人 都是 因为终身不遇 而经历神 他们在 很久不生遇的时候 因为祷告 他们就 生了孩子 那 以利沙伯 跟撒加利亚 他的丈夫 用神迹性的方式 生了儿子 就是后面的 施洗约翰 可是 他们侍奉神 以利沙 这个 撒加利亚是 圣殿里面服侍的祭司 常年服侍 那他们没有孩子 只是他们 心中的酒用镜了 可是 神让他们 怀了孕 而且 大大被神重用 施洗约翰 成为 耶稣的 开路先锋 那玛利亚呢 玛利亚 可能生活里面 没有难处 可是 蒙神 大大赐福 然后就带来 极大的难处 他 有人说 他到现在 都有人在怀疑 耶稣 是不是 是不是 怎么样的人 怎么样的孩子 可是当然不是 我们相信 他是圣灵感育 可是玛利亚 就要背负 这样子的 名声 被人怀疑 是太神奇 那就是神的作为 古今中外 也只有他一位 玛利亚 经历 顺服神 可是他也是蒙大 那 他们这个 耶稣生了以后 就 带到圣殿 那圣殿里面有两位 一位就是这个 女先知雅拿 在路加福音里面 可以让我们清楚 看到他的故事 他寡居 不管是怎么算 反正就是很长一段时间 他也是忠心在 圣殿里面敬拜 他 垮去了那么长时间 可是没有失去信心 继续的来服事神 没有失望 可是呢 他最后 因为他的坚持 他的顺服 继续信靠神 他得见 主耶稣基督 弥赛亚的降临 他心满意足 感谢赞美主 所以 人生会有 久用尽的时候 可是 我们要继续的坚持 在主面前 我们常常说 你不到 不到 离开世界 什么事情都有 都有希望 都可以改变 那如果离开世界 还没有得到答案 我们就说 去到神那边 神就会给你一个 满意的答案 那最重要的就是 你可以去到神那边 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 今天的经文 这个加拿 加利利的加拿 有取亲的筵席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那耶稣的 和他的门徒 也被 请去复习 那这个时候 有一个状况 我们一直在说的 久用尽了 我也在想 一个是 我们的人生 会碰到久用尽的 一个是真的 或者是 你可能把这个 像 像亚拿 他可能把这件事情 可能像 以利沙伯 可能把这件事情 就放在 放在一个角落 我就是 我就是 没有希望 那 可能 也不太 危害到我的生命 还是说 我还是过得很好 我就把它放在 锁在一个地方 那这个事情 是一个遗憾 可是我把它 锁在一个地方 我就不去管它了 我照样侍奉神 反正 神没有给我 就像这个 取亲的言习 酒用尽了 可以喝水 我不知道他们以前 好像没有人才在讲说 他们以前怎么喝水的 还是有水 还是有办法 那就 那就把你 就 让大家知道一下 酒用尽了 是不是就这样子办法呢 或者是就像 五饼二鱼的 门徒一样 你自己进城去 去找酒喝 这个 我酒用尽了嘛 我手一摊 我就没办法 那我还有别的饮料 水 你就喝点水 就算了吧 我们的人生 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们有水 就算没有酒 我们过一些 平淡的人生 那我就说 有什么 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常常在分析 我们有这一些 我们追求这一些 有意义吗 我们的生活更好 更好以后呢 甚至是带来 更大的难处 更大的难过 我们常常在说 你追求大院子 大院子带来的是什么 就是更多的 后院的工作 在你很累的时候 你前院后院都要处理 那就是没有体力 真的让我们很心烦 可是 会不会我们的人生 就像水一样 可是呢 我们的人生 可以像酒一样 我们人生里面 如果没有酒了 我们可以更丰盛 我们说 基督徒 我们刚刚说 不是基督徒的 也可以有这些快乐 可是基督徒 可以更丰盛 没有这些的人生 他可能是水的人生 那基督徒的人生 人生是可以有酒的 那酒用尽了 怎么办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记得有一首歌 赞美之泉叫做 全新的你 全新的你 他说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 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 你说人生平淡无奇 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 那副歌说 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 改变 耶稣能够将一切都更新 耶稣了解 耶稣了解你的一切 而且能够造一个全新的你 不要太满足于水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可以不同 我们的人生可以是有丰富 是有酒的人生 现在酒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 很多人说 玛利亚在这边可能是 一个管研习的 酒被他管 那他就知道 酒用尽了 那他把这个问题 带到耶稣面前 玛利亚在想什么 他会想耶稣是神 可能没有想那么多 他知道耶稣是他的儿子 而且耶稣可以 do something 他不一定预期 耶稣会使水变成酒 可是他大概知道 耶稣可以do something 耶稣应该是有办法 所以今天第一点 想跟大家分享的 真正知道耶稣能够 耶稣可以 我们的人生 久用尽了怎么办 找医生呢 有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我们的健康出了问题 就找了各种方法 甚至偏方 我们的身份有问题怎么办 找律师 甚至有人找塔罗牌 找一些邪门歪道 什么无所不用其极 什么方法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的工作有问题怎么办 找更大的 老板 那有没有一个选择 来找耶稣 如果不习惯的话 可能我们的正常做法 我们不会来找耶稣 我们不习惯 有多少人第一时间 会马上来祷告的 愿主提醒我们 这可能不是我们的习惯 可是让我们成为习惯 可能不是我们的选项 希望它是我们第一个选项 而且 我们最根究底的说 耶稣能够吗 如果你真正知道 就像我们刚刚说 找人 因为你知道他有用 那找神 如果你真的知道神有用 神能够帮你处理 你就会第一时间 而且是最好的方法 神有最好的方法 你第一时间 就会来找这个最有效 最好的方法 就是带到耶稣面前 把所有的事情 告诉他 耶稣恩有那首歌说 为什么仍然重担压尖头 因为没有将各样事情 带到主恩做前求 因为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 不要在那个医生都说 你没有用了 没有医的方法了 你破产已经到走投无路了 你没有任何办法了 才来真心的来找耶稣 反正死马当活马医 不医治也就无所谓 反正所有的事情 我都找过了 因为我们第一时间来找耶稣 而且不只是求病的医治 求神解决我们的方法 也可以让神告诉我们 应该要怎么做 应该要怎么改变 我们的生活习惯 我们以后再讲 我们有一个重生的人生 真正知道耶稣能够 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 耶稣的回答 母亲原文是妇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这句话可能不是我们可以效法的话 我觉得是耶稣是很特别的 因为古今中外只有他 又是神又是人 所以我们刚刚说 玛利亚可能没有想到耶稣是神 可是大概就知道耶稣是他的儿子 妈妈对儿子有一些要求 是当然的 理所当然 什么问题来到 来跟儿子说 看儿子有没有什么办法 而且他的儿子又是那么特别的人 他大概知道耶稣可以 带到耶稣的面前 可是现在 其实是要求来到一个神的面 他这个问题是要神出手 以神的身份 以人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 就不是一个母亲 对儿子说话的一个身份 所以耶稣会说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他们现在不是母子的对话 他是神跟人的对话 人跟神的祷告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为什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可能我们会有很多解释 我们也可以有很多揣摩 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因为玛利亚还没有真正的尊耶稣为神 他觉得他是母亲 他来到神的面前 我这边也想分享一个 我一直说我要做媒体 我也说我的呼召是媒体 那我一直想做 可是有点一直都做不起来 也很多人给我机会 教会 我也有点插边 甚至在主流里面 可是好像没有做起来 那我后来就 有一次我就在想的时候 我就 好像被提醒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我就觉得说我要做媒体 为什么我要做媒体 因为有名 在目前 这个人大家都说 你的节目做好 我都有听到 这种大众媒体 有点小明星的感觉 那你把这个事情带来教会 带到媒体 我一直好像都是在做目前的 可是我就有一种这种 明星的心态 就变明星 有名了 大家都认识这种心态 那更是在媒体上会有这种 这种效果 所以呢 就一直做不太起来 那直到 直到 我意识到 我被提醒到 这样子的心态 我就说 好 这样不行 要放下 要放下 然后就好像 柳暗花明又一村 然后就开始 神在开路 然后现在 这个 做一个小小的 事工 也希望大家能够 继续的来支持 我们一起来做 在里面还有很多要学习 包括 这个 注重人数 也有很大的突破 就是 就是不是自己的功劳 就有很多 都很自然的 会 会 这个功劳往身上 身上来 其实应该要让神 得到荣耀 就是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 什么叫时候还没有到 就是 认神做神 把荣耀归给神 知道 这是神在做 不是我自己在做 这是我的一点的分享 好 那我们再来看 第五节 他母亲对 佣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所以神的时间 是什么 就是要听神的话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让神来做主 这件事情交给神 就好像 五饼二鱼 我们以后 希望有时间可以讲 五饼二鱼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难处 交给神 即使你只有五个饼 两条鱼 你把这件事情交给神 你就不要管了 把它交在神的手中 看神 也不是不要管 就是神告诉你怎么做 即使他是用一个 你很不理解的方法 可是神一定会 带领我们 知道要怎么做 所以这边有两段经文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不是我们在等神 很多时候 是神在等我们 我们要归回安息 因为看到神在掌权 神是我们得力的来源 我们就安息 就可以了 这样子 这样子 岂不是很好吗 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安息 我们不需要 太用力 因为 神可以帮我们做 这是我们的心情 我们可能外面 还是做同样的事情 可是我们第一时间 交给神 我们的心里面 平静安稳 而且神在等候我们 等候我们 预备好 祂就 施恩给我们 然后还有一点 我最近 发现很多人喜欢 讲这一节 谁是我的父亲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凡遵行我父子义的 就是我的弟兄 姐妹和母亲了 因为 有人 这个耶稣还对众人 说话的时候 不料他母亲和弟兄 站在外面 要和他说话 有人告诉他说 看哪 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 要和你说话 他却回答那人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然后讲出了这一句话 犹太人也讲裙带关系吗 可能这是人的本性 有一些特别的关系 就不得了 就可以优先处理 就可以插队 就可以先 就可以先来 可是耶稣翻转 耶稣说 凡遵行天父旨义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 姐妹和母亲了 路加福音里面 也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百夫长 所宝贵的病人 害病快要死了 百夫长 封闻耶稣的事 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 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 他们到了耶稣那里 就窃窃的求他说 你给他行这事 是他配得的 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 给我们建造会堂 这个百夫长 非常有得人缘 非常有好名声 以至于他们的结论是 你给他行这事 是他配得的 有人在神面前 会是配得的吗 如果玛利亚 要命令神 这也不是他配得的 百夫长 真的是配得的吗 他是一个好人 可是来到神的面前 他需要谦卑 后来百夫长就说 真是不敢当 因为我知道 你在我以上 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好了 所以第二点我想 分享的是 真认耶稣基督为主 就是神的时候到了 神 我们降伏在神的手中 真正知道 祂是主 今天是 中旅主日 好像我们每年 都要看这一幅画一次 中旅主日就是 纪念耶稣在 受难之前的 那个主日 骑驴 进入耶路撒冷 然后大家把 棕榈 树 树叶 铺在 铺在地上 好像我们现在的 红地毯一样 耶稣骑驴 踏着 棕榈树叶 进入耶路撒冷 那有小孩子说 和善那 和善那 奉主明来的 是应当称颂的 也是我们今天诗班 所献的诗歌 可是有人说 就是这一批人 五天以后 四天以后 喊 定他十字架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批人 可是也是耶路撒冷的人 我们有没有真正 尊主为大 真正是 知道 他是奉主明来的 他应该要在我们的生命中 做主 做王 好 我们可以来想想看 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 捷径的规矩 有六个石钢 摆在那里 可以 乘两三桶水 耶稣就对用人说 把钢 倒满了水 他们就倒满了 直到钢 口 耶稣又说 现在可以 咬出来 送给管言席的 他们就送去 有没有告诉他们 酒用尽了 他们知不知道 好 这也是在我们可以想象 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可是 他们就倒满了 好 他们就送了去 常常在圣经里面 有这个就 是很重要的 好 就是去就这个字 是不简单的 因为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耶稣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如果他们不知道 酒用尽了 这个还比较容易 如果他们知道 酒用尽了 这个就不太容易 我们就想说 这些仆人 仆人会不会有 很多的意见 好 我们先看第三点 真正遵守 耶稣基督的吩咐 我们把事情带到主面前 我们真正认耶稣基督为主 可是我们的 有没有身体力行 我们有没有真正 在我们的事情上面 还是他像一个神坛一样 以前 你家有 你家有拜 什么异教的偶像 现在只是换了十字架 可是 本质是 是不是一样 我们有没有真正 遵守 主耶稣基督的吩咐 主耶稣基督的吩咐 都是在 圣经里面 而且 他跟门徒说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们有没有真正 遵耶稣的吩咐 耶稣叫他们 把六口石缸 都 倒了水 然后呢 就把这个水 拿去给拐延洗的 那是不是 我们就开始 喝水了呢 刚刚说 喝水也没有什么奇怪 那就算这个是 洗脚用的水 可是他没有洗过 应该是 还可以喝的 那个时候可别喝神水 两千年前 那可能 可能耶稣是要大家喝水 那他就去 拿去给 拐延洗的 拐延洗的 尝了那水便的酒 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这一些 他也没有问这些 咬水的 那咬水的呢 也不太敢跟他讲 如果他知道 这是要给拐延洗的喝 这不是 叫做整孝 这在干嘛 把我们 为什么要拿这个水 去给拐延洗的喝呢 所以 这些 这些 这些咬水的 这些仆人 心中一大堆问号 头脑上一大堆问号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那不是 让我们 很 很 很羞耻 那也害我们被骂吗 只有 咬水的又能知道 那拐延洗的呢 便叫新郎来 你看 他喝了以后就是 害我们被骂嘛 甚至把我们fire了嘛 怎么可以这个耶稣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然后就对他说 这个 管延洗的 就对新郎说 人都是摆上好酒 等喝足了 才摆上次的 你倒把好酒 倒如今 我们就可以想想看 这个 咬水的人 他那个 不是水吗 我们经过了 这一切 不知道以前人 有没有看过变魔术 这是在变魔术 这个酒哪里来的 怎么会 而且还是 好酒 上好的酒 怎么会这样 他们可能在 他们也偷喝一下 真的是好酒 怎么会这样 所以我们也看到 仆人的 顺服 我们常常在讲 水跟酒 有什么分别 我们也常常听到 我就找到了一张图 写出来 酒跟水的 一个元素的不同 H2O 是水 那下面这一个 一长串的 是酒 所以他多了 可能多了很多的H 最重要的是 他多了一个C 就是碳 酒跟水的主要的差别 就是多了一个碳 那这个有什么很重要呢 就是我们看到 耶稣可以用讲一句话 把这个碳放到水里面 他就变成了好酒 而且好酒 不只是物质 也是时间 他把时间浓缩 我们知道好酒 他是要几年的功夫 越沉越香 越好的酒 就是越时间越长的酒 他把碳放进去 而且他也是好酒 他的时间 也 时间也压缩 证明耶稣是物质的 是创造的神 也是掌管时间的神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因为 如果你看旧约 诗篇 先知书 特别是以赛亚书 常常我们会看到 用创造 来证明 耶和华是神 而且用创造 来告诉你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他可以从无 变有 那 什么难处 他不能解决 你的难处 会大过 从无 变有 从无 变有 这样子的 一个难处 真正在神 没有难成的事 让我们可以 把事情 交托他 随着他的 旨意 他能够带领我们 走前面的道路 这是耶稣所行的 头一的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 要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这个故事 可能讲到最后 就是很基本的 你有难处 带到神的面前 神就把你解决 那另外一方面来看 可能我们都有问题 我们没有难处 我带到神面前 神也不会帮我解决 我刚刚说 第一个问题 其实 我们常常是把难处 放在一个地方 我们把它拿下来 带到神的面前 看神怎么样解决 第二个 神到底有没有办法 帮我们解决 神会不会 帮我们解决 神都会 神能 可是我们相不相信 即使我们也相信 可是还有一个 神的时间 还没有到 也不一定是 你不遵神为大 这些你都做了 可是神 还是把难处 放在我们的心中 我也想到 有一位 蔡淑娟 上次 我们说 有人不知道 蔡淑娟是谁 蔡淑娟是 所谓的暗示之后 因为她的眼睛 得到了一种病 所以她不能见光 所以她就一辈子 得病以后 就住在一个暗 暗的房间里面 没有什么光线 微小光线的房间里面 可是去看她的人 都得到帮助 甚至Billy Graham 都去探访过她 她是很有见证的 一位姐妹 她其实有这样子的难处 神没有医治她 可是 她 其实医治了很多人 她的心里面 是健康的 她继续地仰望神 我们也知道 Fanny Crosby 写过很多诗歌的 她是有很多的病 愿这些人 这些见证人 都摆在我们面前 而且这个故事 是要显出神的荣耀 让门徒信她 神的作为最主要的功能 特别是约翰福音里面 其实也是 我们的生命里面 神的作为 就是要让门徒信她 要显出神的作为 常常在说 这个神迹 就是一个指标 Sign 领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更认识神 归荣耀给神 所以今天 我们有难处 我们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没有难处 或是我们的难处 没有被神解决 因为 神要让我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常常我们的难处 神允许这个困难 发生在我们面前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要让我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让我们 真正知道耶稣能够 真正认主耶稣基督为主 真正遵耶稣基督的吩咐 感谢赞美主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赞美你 因为是你先来找我们 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难处 甚至不能向外人述说 可是我们可以真心的 来到你的面前 向你赤肉敞开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 来到世恩宝座前 得恩惠 蒙连续 做随时的帮助 而且我们可以从你得 更丰盛的生命 感谢主 你甚至让 带我们上十字架 代替我们的生命 代替我们流血舍身 让我们领受到一个 无罪神儿女的生命 我们向你感恩 你的十字架 常常在我们身上发动 你的复活 也在我们身上发动 让我们活出桃主喜悦 见证荣耀主的生命 感谢主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